邓家女娶吴小辉被放出来了 诞生不如死 安邦集团前董事长吴小辉被带走近8个月后 终于有消息传出 媒体人透露 吴小辉已经得到有限自由 但安邦控制权益手 北京时间1月20日 大陆财经媒体人罗昌平在其个人微博称 据安邦集团内部人士透露 吴小辉尽管恢复有限自由 但失去对安邦集团的控制 保监会空降的人员已实际掌管了安邦 博文没有透露所谓有限自由的具体含义 这是吴小辉传出被抓近8个月后 首次有消息传出 去年6月初多家路没指 吴小辉已经被带走调查 安邦集团随后发布声明 证实吴小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 去年11月22日 外媒消息指 金融监管机构已要求安邦集团转让 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股权将持股比例降至最高5% 这些动作或与安邦控制权转换有关 今年1月17日 中共银监会主席郭树青在接受党媒《人民日报》采访时警报称 由少数股东乱月为胡作为随意干预银行正常经营 少数不法分子通过复杂架构 虚假出资 循环注资 违规构建庞大的金融集团 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财经传媒《华夏时报》总编辑旅评播撰文称 郭树青口中的违规的庞大金融集团 就是指包括安邦、海航、万达等民营庞大金融集团 吴小辉被指为邓小平家女去 吴被抓 曾被认为是习近平动刀红色权贵的信号 另外 吴小辉还被指后排是曾庆红 邦一众将派贪官向海外洗钱 当局围绕安邦的动作 被指有政治博弈的因素 去年4月 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财新网 其抵安邦、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安邦随后与财新网打起口水仗 甚至公开校镇财新网、背后的领导 随后 吴小辉传出被带走的消息 安邦事件的背景是北京当局清除 金融风险 向企业巨头施压 要求其停止向海外输出资金 并清偿银行巨额贷款 在安邦之后 万达集团大剧抛售海内外资产 其董事长王健林还在财新网公开表态 取杠杆、轻负债 并将主要资金留在国内 而在2015年 王还公开宣称 到海外投资室 响应国务院号召 自己赚的钱 爱投哪儿投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红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